上一節我們聽過主校長累積了這麼多年來的經驗分享 今節我想和Anthony聊聊天 我知道你一直以來都有做不同的教學工作 一開始都是跟一些主流的學校或舞蹈活動開始 你是何時開始接觸不同年齡的朋友 如果說特殊教育 我想大概七至八年前第一次接觸 其實都是一些機緣巧合之下 其實一開始我自己那一剎有少少猶疑 猶疑甚麼呢 猶疑我自己能否處理 多得身邊的朋友或身邊的跳舞老師鼓勵 我嘗試踏出第一步 你可否說多一點那個經驗是一個甚麼類型的活動 或是甚麼類型的課堂 那個課堂是 現在想起也挺誇張的 全部小朋友都是過度活躍症 大概 我記得應該七至八位小朋友 我很深刻 我一進去 我下巴也跌 全部都是我俗稱無限體力 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現在想起 第一課過了 我當時是有點沮喪的 沮喪說 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後來回去再調整心情 又問身邊的老師請假 其實我這些情況如何處理 之後過多兩三課就自己開始 拿到一個方法去管理小朋友 一開始 第一次這一課的時候 可能你本身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教學經驗 入隊好像是甚麼都 運用出來都未必有效 那樣的感覺 那你慢慢就會摸索到 怎樣去進入他們的世界 怎樣去跟他們一起相處 怎樣可以維繫到你的教學 很滑地去教學 這些方法或者這些體驗 你慢慢怎樣找到 通常現在的習慣性 就是上跳舞堂之前 我都會跟小朋友一起圍圈 因為我覺得圍圈的能力 是大家可以很親密的 還有像是一個朋友 或是一個大哥哥的角色 好像跟他們聊聊天 問問他們今天 醒不醒啊 昨晚睡得好不好啊 吃了甚麼早餐 通常小朋友一進來 或者可能不認識的話 通常都是回答一兩個字而已 吃或者未吃 我嘗試在這個對答裏面 都可能教識他們 我們怎樣說 可以具體一點形容 他今天的吃甚麼 譬如吃了菠蘿包 那菠蘿包有沒有味道 是甚麼味道 喝了些是否喝巧克力奶 整個過程裏面 我就慢慢去建立了 和他大家之間的信任 通常這個方法 都比較容易進入到 他的世界裏面 但其實我們都相信 每個人都真的有不同 一班同學 其實一定有很多不同的 每個人的能量 或者他活躍的程度 都真的有不同 作為導師 他們是否要很開放 才可以真的包覽 這班同學每個人 這個一來 可能我自己覺得 就是要觀察 和聆聽他們的課堂的需要 譬如我要知道 他的小朋友進來 是真的想放電 還是很想去學習跳舞 但通常在我的課堂裏面 我自己比較堅持 我想他們學習他的自律 和他的守規矩的禮貌 通常我會比較著重 去教育他們 從這些 我叫做全人發展也好 教育他們 如何做一個有禮貌的人 去 進入藝術教育 這件事對於教學有多重要 為甚麼你會覺得 這件事是你真的很努力把持住 一定要在這方面 跟他們一起去 令到他們明白禮貌 或者 尊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我覺得藝術 其實是 無論是 你先當跳舞 可能你的技術很好 之外 可能你自己內裡的收養 內涵都比較著重 更重要 例如往後說你的 你的舞蹈創作也好 如何表達你的技術也好 所以我都想從小時候 去搞識他一些 可以做人最基本的禮貌 但我們作為藝術導師 進入藝術 一定有教學目標 已經設定了才進入班房 但遇到一些 真的不同的朋友 可能他們的情況 未必可以令到我們 很順暢地去做 因為很多事要處理 或是見到 他們有一個需要 可能是在他們的 資律 或是禮貌紀律上 可能要花多了時間 當中如何平衡時間的分配 或者跟你教學目標 我要完成這件事 那件事是怎樣 即是有衝突 那你會怎樣平衡 一開始 我自己都不懂 怎樣平衡 因為一開始 可能你剛出來 接觸 怎樣處理 怎樣處理 都是要 時間 經驗去 慢慢摸索 通常我都會用一個 比較正向的思維 去跟小朋友溝通 可能有時 小朋友 過一課 說他特別活躍 可能其他小朋友 可能有機會 指責他 或是怎樣 通常我自己就會 立即去停 這件事 可能小朋友 今天特別開心 不如我們 給他一些掌聲 鼓勵他 我們回來 跳舞堂 通常我會用這些方法 去接觸 整件事 不想小朋友 遇到某些事 學會只指責這個方法 我想大家學習 怎樣互相欣賞 這件事應該互相影響 可能你用過一次的時候 其他朋友會知道 其實我要欣賞別人的 下次就未必 每次都要用這些方法 或是自己本身已經學識了 可能情況會改善 有否一些例子很深刻 剛才你所說的 接觸不同人的朋友也有七八年 有否一些例子可以分享到 你真的看到他們身上有轉變 都有 其中有一個學生 我記得他第一課進來 是很 可能一來他不知道自己要來做甚麼 他就不太願意上課 他第一時間就 睡在地上 都挺誇張的 那課六十分鐘 我想他都睡了三十分鐘 你也知道 未必會第一時間 可以去處理到問題 可能過了兩三課之後 開始見到有少少變化 通常我遇到這些 我都不會太 一定要逼他 去做我們適當的方法 我想他慢慢感受一下 他又睡在地上 不要緊 第一課可能睡三十分鐘 不要緊 如果第二課他睡二十五分鐘 通常我都會在這個方法 在裡面 我都會賺回他 原來你這課 可以睡少了五分鐘 我又會去 令到其他小朋友 一起去鼓勵他 這個方法就會久而久之 我想大概 遇了兩三個月 我想差不多半年 的時候他就沒有再睡在地下 這個情況 我覺得最重要是給時間和空間 他們去習慣環境 因為我知道他們也會有一些既定流程 可能我們要怎樣 他們自己的既定流程 加入我自己的想法 令他們幫助 就是一定時間和包容 最初的同學在地下 到最後他真的投入在課堂 最後能夠完完全全 完成這個作品 近來他都非常之好 我簡直叫他去管理某幾個小朋友 因為我現在跟你在排舞 可能你屬於左邊的 我叫他 你是一個小隊長 現在你左邊有四位同學 麻煩你 開始的時候麻煩你幫我 帶回這四位同學過來 他是每次都做到的 這是我挺感動的 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看到藝術 令同學成長和改變 但對你呢 剛才你說 一開始第一堂 見到不同女朋友 可能是 我都不知道怎樣進入 慢慢找到方法 現在經過這七、八年 經過這七、八年的經驗 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轉變 或者你見不見到自己 在教學上 或者藝術的態度上 看法上都有改變 都有很大的改變 如果你想想以前 剛出未接觸 可能有時候我會 自己太 在自己那裏 會想為何學生 學習都學不懂 但其實慢慢會想 沒有學生學不到動作 只有教不到動作的老師 我會想到這個方法 所以我覺得 要想多些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 講話方式 如何融入小朋友 適當如何得到的意思 所以 都是要觀察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到你 例如我回去教主流的學生 都會對你有影響 都會有影響 當然我的 包容性 或者我的紀律性 跟他們的要求 都要是一模一樣 是的 我們看到 原來 教學相長就是這些 看到同學成長 原來老師都要不斷成長 而我剛才聽到一個重點 其實我們真的要很開放 找不同的方法 就已經可以進行 我們剛才 感謝Anthony的分享 亦都 我們前後 經過不同兩位的經驗 讓我們知道 如何跟同學 進行藝術教育活動 接下來 我們下一節 會一起談 如果有朋友 我剛才想進入 跟不同的女朋友 進行藝術教育的時候 究竟我應該要怎樣做 不如我們下一節 一起再談 謝謝